这是宫崎骏最黑暗的动画 腐肉 断臂 比比皆是 连神的头颅都被贪婪的人类一炮轰掉 变成了无比邪恶的鬼 有人却说 这是他最宏伟的剧作 达卡和爷爷在塔楼警戒 远处出现一种不明物体 正从岩石里渗透出来 背后的植物也瞬间枯萎 随着一声爆炸 一只邪魔破墙而出 他走过的地方就像被灼烧过一般 留下深深的痕迹 在密密麻麻的包裹中的是一只山珠 邪魔可以瞬间散开 也可以迅速合拢 甚至不费吹灰之力就摧毁塔楼 达卡和爷爷侥幸逃脱 邪魔又变成蜘蛛形态 向远处的村庄奔去 达卡要去拯救村庄 爷爷警告他 不要和邪魔作对 要不然会惹祸上身 没想到爷爷的预言马上就应验了 达卡本想劝服恶魔 眼看村庄越来越近 恶魔突然转向攻击村口的三个女孩 达卡只能拿起弓箭 射向了恶魔的眼睛 恶魔迅速做出反应 变成多角怪向达卡奔去 他甚至想吞食达卡 达卡从小就骁勇善战 巧妙躲闪 他再次拉弓 抓准时机射中山珠右眼 山珠虽然倒下了 但达卡的右臂也被恶魔侵蚀 并他疼痛难忍 村里的神婆带着药水赶来 交上去的同时都能听到滋滋声 神婆上前祭拜山珠 但山珠并不接受 说完 山珠的身体迅速腐化 发出阵阵恶臭 最后只剩一句枯骨 恶魔攻击人类的消息开始传开 神婆带领部族长老 商议应对之策 挂象显示 山珠来自遥远的西方国度 因被人类所伤积怨成魔 身上才聚集了各种诅咒 达卡的手臂也被诅咒浸染 如果找不到解除诅咒的办法 达卡会死 恐怕人类也不能幸免于难 达卡割掉头发 准备踏上解除诅咒的路途 临行前 妹妹送给哥哥一把玉刀 希望能保佑她一路平安 话还没说完就泪眼汪汪了 因为这一句达卡将生死难料 四眼茫茫 一个孤单的身影 与天地交相辉映 她像西行求取真经的僧人 也像一个孤单天涯的侠客 带着心爱的迷路 既是角力也是最要好的朋友 很快 她路过一个村庄 一群土匪正在打劫 她还没出手 就被当做了敌人 好啊 也叫你们尝尝我的厉害 一老奶奶将被斩首 达卡立马拉起弓箭 右臂也开始躁动不安 箭射出去后 竟然射断了对方一双手 再一箭又射掉了对方一颗头 可能这就是诅咒的力量 达卡来到另一个小镇 在这里遇到一个矮和尚 他向矮和尚打听诅咒的事 矮和尚告诉达卡 继续往西 那里有一片幽深的森林 里面住着一只山神兽 也许找到他就能找到答案 第二天 达卡没有犹豫就上路了 另一边 让野猪变成恶魔的女人 幻鸡 正带领族人运送货物 突然两只白狼出现 背上还有一个小女孩 这样的场景对幻鸡并不陌生 他甚至称呼他们为犬神 他冷静地指挥手下摆好阵势 随着白狼靠近 他们点燃火炮 很快就逼退了白狼 实际上是白狼们的声东击西 一只体型更大的白狼 从背后出现 他跳入人群一阵厮杀 无数人处掉落山崖 幻鸡被好火炮 白狼靠近时一发命中 最后白狼被打落深渊 但这样的伤害 还不足以要他的命 倒是换机的队伍 死伤无数 达卡刚好路过悬崖底部 看到两名还有生命的村民 他把两人背到安全区域 这时他又听到声响 躲在树丛里窥探 远处是三只白狼 和一个小女孩 小女孩立马上前 为大白狼一口一口地吸出淤血 大白狼似乎发现了他 女孩也吐掉嘴里的鲜血看着他 达卡站到树干上 向他们介绍自己的来历 问他们是否是 山寿神森林里的神仙 女孩和他四目相对 离开时只留下一句话 达卡则返回来 照看那两位受伤的村民 却看到石头上有一个小精灵 村民被吓得不轻 但达卡很淡定 他知道他们都不会伤害人类 他们转动头颅 发出咯哒咯哒的声响 就像在船地友好的气息 达卡想请他们带路 小精灵们答应了 他们或是向前 或是向后 或是成群结队 好不热闹 他们对森林轻车熟路 很快就把达卡他们 带到一个犹如仙境的地方 这里大树成荫 小细轻车 蝴蝶飞舞 他看到这里 有人类和白狼的脚印 原来这里就是他们的地盘 达卡取水时 又看到三个脚趾的脚印 他顺着脚趾的方向看去 利林深处金光闪耀 一群麋鹿悠闲地路过 当最后一只多角麋鹿路路过时 达卡被诅咒的手臂 又开始躁动不安 达卡还不知道 那就是山寿神 麋鹿走后 达卡的手臂又平息下来 当他们再次赶路时 惊奇地发现 身体变轻了许多 村民受伤的手臂 也恢复了许多 这就是山寿神的灵力 在达卡的帮助下 村民很快就到了 自己的家乡 达拉城 这就是山寿神的灵力